菲律賓僑校因為師資短缺的問題 目前幾乎已經沒有學校 開辦珠心算課程 但僑委會因為重視海外僑教 所以每年都會因應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總會 菲律賓分會的要求 選派珠心算老師前往菲律賓教學 而本年度的珠心算班 內容多元豐富 是報名率最高的課程之一 夾雜英文與中文教學的一百零六年 非華暑期文教研習會 珠心算班課程 一共六個星期 這次僑委會林派的老師 是畢業於東吳大學法律學系 曾任日本東京國際珠心算裁判 及新馬心算暨數學公開 邀請賽教練的蘇亞軍 課堂上座無虛席 今年最小的學員只有五歲 最年長的學員是十七歲的高中生 上課時學員們專心地在算盤上處理作業 老師也會臨時出題目給學員們搶答 考驗大家的學習成果 再來加一千五百十六萬七千八百九十六元七角二 為了實際了解學員們學習程度 也會進行檢定 當老師或助教一宣布檢定開始 會場馬上靜悄悄 小朋友翻閱桌上考卷 打起算盤 檢定時間一到 也立刻把雙手放在桌上 下課前都要把作業寫完 並且拿給老師或助教檢閱 批改後會再將作業部還給學員 讓他們帶回家複習 增進學習效果 再次來到這邊 這邊的今年的孩子一樣沒有讓我失望 雖然說我們在彼此在溝通上面偶爾會出現一些困難 一些障礙 但是我們有一起努力地去克服一些種種的問題 那孩子們雖然年紀很小 可是他們都不會輕言地放棄 在學習的精神跟態度上非常值得嘉獎 也很讓我欣賞 那所以在他們的身上我看到一股很巨大的力量 這個力量可能包括一些勇氣 毅力跟努力 所以我們彼此互相共同地一起成長 非華蜀旗文教研習會是由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 菲律賓分會與僑委會所合辦的蜀旗活動 主要是為了讓華僑子弟學習到平時在學校學不到的 中華文化及民俗記憶 朱星算班內容多元豐富 是這次報名踴躍的課程之一 而第二次被林派到菲律賓的蘇亞軍 對於海外學子不輕言放棄的學習精神與態度 十分肯定與讚賞 台灣武力士王永鑫 菲律賓馬尼拉採訪報導